库代科10号超级电轮冲Ultra代表的是一种彻底的极客派路线 没有降额的保守车列 也没有长热的温柔设计 它把电源供吃是那种能多跑一瓦 绝不浪费一瓦的思维 意识深地塞进了一颗手掌大小的充电头里 哥们大家好啊 测试片里我们已经见识了 库代科10号超级电轮冲Ultra 它的性能 白瓦满血输出 协议全面兼容 也让它成为粉丝呼声最高的一款充电器 不过外观和测试只能看到结果 真正的答案还藏在内部的电路里 这一次我们要把库代科10Ultra拆开 看看它的设计思路到底有多极客 用料是否延续了猛料的风格 电路架构又会不会和主流大厂完全不同 外界的争议最终要用内部的真相来说话 接着我们就进入10Ultra的拆解环节 看看它的骨架是否配得上极客极箭的称号 喜欢我这种一盒测载视频内容的老铁盆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东西 我们话不多说 先对这根配套的数据线做拉力测试 这根线材我已经做完拉力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拉力测试的过程 在这根本贴力测试的过程上 做了4次拉力测试 有一次是失误 最高的拉力是在55公斤 能够承受55公斤的拉力 证明这个线材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线型拆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线材的编织网细节做的还是可以的 剥开外层的黑色的TP外皮 铝箔的屏蔽层 这种编织网的线就没有杜细线的屏蔽层了 内部的抗拉绳只有一根 红色正极线 黑色的两根负极线 然后4根小的就是信号线 内部的线型都是采用的杜细线的铜丝 然后每一根线都配置有抗拉纤维 然后我们把Type-C头拆开 看看内部的芯片 这次Type-C头内部 它是用的灌胶进行保护 而没有用干壳了 这根线材内部的eMarker芯片 采用无锡焊性微电子的方案 型号为HP9610 这是一款符合PD301规范 和Type-C2.1规范要求的线缆电子标签芯片 采用OTP一次烧写功能 方便客户开发 提供极其简单的Bone成本的解决方案 还增加了数据锁定功能 焊性微电子2019年成立 专注数模混合芯片引发 这就是10Ultra配套的 编织数据线内部所有的配置 做工用量好不好 大家说的算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 KUDAQ10Ultra 它的充电器头本体 做一个拆解 充电器拆解 有出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句话我们必须 每次都要重复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屏幕敲开看一下 屏幕敲开 已经报废了 然后这里是触摸弹簧 这里还有LED显示的灯带在这个地方 然后底部的话就敲不开了 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直接切开 这个充电口的面板壳体 单独的一个模块粘上去的 这个镀隔的装饰条 它也是粘上去的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把它撬开 220V交流电通过两根导线连接到内部的主板模块 卸掉固定折叠插角的螺丝 拿出内部的折叠插角 这个是插角盖板 前盖革底这里贴有陶瓷纤维隔热棉 模块正面反面都有这种陶瓷纤维的隔热棉 隔热棉底部就是金属散热板 通过焊锡焊接在主板上面 底部有麦拉片 该隔热的地方都有隔热棉 两片散热板我已经把它取下来了 经过打磨确认了里面是用的纸铜片 然后外面是镀锡的材料 这样的材料有更好的散热性和抗氧化的能力 充电器内部大面积灌风散热胶 背部有导热硅制贴还有白胶进行固定 这样的散热措施可以把充电器内部的热量 尽快的导到外壳上面来 做工布局也是非常的紧凑 充电器内部的散热胶 我已经把它清理出来了 屏幕排线连接在副板上面 背部贴有双面胶粘在这个副板上面 整个屏幕是用一个黑色的框架把它固定住的 整个模块一共有5片PCB构成 内部需要隔离的地方都设置有这种麦拉片 包括这地方也有 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模块 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充电器我已经全部打散 这台库代科10Ultra的内部架构很干脆 前段是EMI滤波加PFC生压 中段一体化淡化加主电源 后段是三段独立升降压输出 统一由MCU分配功率 再配上全材显示以及米加APP的支持 更关键的是 这台充电器几乎全线采用 国产的一线大厂的核心器件 它不是靠进口方案拼装出来的高端杆 而是把国产电源硬件生态的实力硬生生的堆到了台面上 散热这部分同样是很有态度 库代科没有走那种黄铜罩一封就不让热出来的温和路线 而是彻底偏向工程师取折 他选择让热快速导出 用材料和结构来稳住功率 这种做法外壳热但电路稳 手感烫但性能真 和那种只追求表面温度低的 投机设计完全不是一个思路 而真让这台10Ultra能稳住白瓦输出的关键 就藏在后面的电路细节里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核心的环节 电路与元器件详解 看看它的每一块模块到底堆到了什么程度 整机的前端电路是10Ultra的输入基础 也是它电能干净度的第一道防线 首先是一颗来自东莞贝特电子的 936系列曼容保险丝 规格是3.15A 255 用于过流保护 贝特电子2003年成立 专注保险丝温空气及过流保护元件 一颗长洲辛勤电子SCK系列热敏电阻 用于抑制上电浪涌电流 辛勤电子创立于1996年 是国内热敏与亚敏元件的龙头企业 滤波采用两极结构 第一极为Mini的环形供模电感 电感底部有塑料支架进行固定 第二极为扁平铜带绕线式共模电感 电感的底部同样有塑料支架 广东速溶电容器0.33微法 310V X2安硅电容 广东速溶电容成立于2019年 主营安硅电容与薄膜电容 重庆评委实业的ABMR510贴片整流桥 用两颗进行并联 赖压1000V电流5安规格 体积小散热效率高 评委实业1996年成立 是国内老牌桥堆制造商 广东速溶电容器两颗 一微法450V薄膜电容 配合一颗环形滤波电感 构成标准的Pi形滤波网络 用以改善整流后的输入电流波形 抑制纹波 并一定程度辅助功率因素的表现 接下来是功率因素校正PFC部分 控制芯片为深圳B1V电子 KP2806 搭配深圳英诺塞科 INN700D190B 淡化加功率管 B1V成立于2014年 主营高效率电源主控 印度赛科2015年成立 是国内淡化加功率器件领域的代表厂商 两者组合能让整机在高压输入时 保持0.95以上的功率因素 PFC深压电感采用TBQ23016磁性扰制 赖高温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ES5G快恢复二极管 进行PF整流输出 GS3MPF 这颗二极管用于旁路保护 后期占由香港东家电子 耐压420V的高压电解电容 18V3颗39V1颗 完成高压滤波 香港东家电子1984年成立 主攻电解电容与固态电容 稳定耐高温 整体来看 双击滤波 主动PFC 完整的浪用保护 能确保输入电能极其干净 为后端主电源提供 稳压高功率因素的供给环境 主电源是10Ultra的核心能量转换区 主控芯片采用深圳BEV电子 KP22086H 集成淡化夹开关馆的QR准协证方案 BEV是国内少数能在高频淡化夹领域 自研芯片的厂商 这个芯片支持大于200千Hz的工作频率 转换效率高 发热低 主电源输入车 由香港东家电子 47V50V电解电容提供偏置电源 确保主控在启动与轻载时稳定运行 充电器主批按器 采用TTQ25008磁心扰制 初级引脚4个 其中一组用于主控辅助供电 次级采用加粗的引脚 增强大电流承载能力 反馈通路采用台湾兆龙科技 CT1018光偶两颗 结合四川推日响科技 Y1471K 安规Y电容 470V400V 共同构成可靠的隔离反馈系统 台湾兆龙科技 长期生根光偶与光电传感器 四川推日响 2014年成立 国内安规电容重点供应商 次级整流部分 采用一个独立的小板 控制器芯片 采用的是 BEV KP4070 同步整流控制器 配合深圳微造半导体 18208GPM MOS管 进行同步整流输出 微造半导体 2012年成立 专攻MOSFIT IGBT等功率器件 是国内出货量领先的半导体厂商 同步整流的引入 让这套QR架构 在中高功率下 效率可以提升3%到5% 次级滤波输出 仍然是香港东家电子的产品 两颗560V25V固态电容 总容量1120V 配合前面的PFC输出端滤波 整体的纹波抑制能力非常的强 这一段电路的逻辑清晰 弹化价主控负责高频能量转换 光偶反馈 精准控制电压稳定 整流与滤波 保证输出干净 人机交互与四口输出电路 这部分体现出10Ultra的智能属性 第二供电部分 采用了杭州杰华特微电子的 DC-DC降压芯片 型号为JW5017S 与杭州西利捷科技 SM8802-EAAC两极降压方案 为显示屏触摸与MSU进行供电 杰华特微电子2013年成立 主攻高效率电源类模拟芯片 CD节2008年成立 是国内电源芯片重点供应商之一 贴面金正用于配合MSU提供精准的时钟频率 主攻MSU来自北京昂日威电子 型号为OM6621PG 负责功率分配 四口识别 以及全彩显示工资 还有负责米家的APP连接 昂日威成立于2012年 专注射频前端芯片和无线连接芯片 四颗LED 由这一颗四应3A MKS的六角芯片驱动 用于触控区域的灯带显示 核心输出部分采用三路独立的升降压电路 控制四个输出口 C1C2口使用无锡新弹微电子 DCTC降压芯片两颗 型号为NDP1415QF 新弹微电子2015年成立 聚焦高频DC-DC电源控制 配合深圳微造半导体的经典开关管 VS3618A1 四颗组成两路半桥托 每路最大输出功率100瓦 协议芯片为深圳汇轮胎半导体 HUSB362两颗 提供双路各自独立的快充协商 汇轮胎半导体2015年成立 专注PD与快充协议芯片 C3和ECO共用一条轨 由新弹微电子NDP13701QB 这颗芯片进行控制 类似半桥BOSS 协议芯片则是用的 上海蓝芯半导体的SC2021A 最大设定功率33瓦 蓝芯成立于2015年 是国内快充IC的主流品牌 绿波部分仍然是使用的 香港东家电子出品的固态电容 规格为330V25V 确保在多口同时 负载时具有良好的电压稳定性 与纹波抑制能力 充电口的VBOSS控制 C1C2口 采用重庆万国半导体的 NMOS开工馆 型号为7534N 万国半导体2016年成立 专注功率半导体基建制造 C3口采用微造的经典开工馆 VS3618AE A口则是采用的 山东京岛微电子出品的 30P50N 电流采样电阻 C1C2口采用的是 R2003精密电阻进行控制 C3和A口则是用 R2010配合四印 R2582的电流检测芯片 进行控制 这些器件一起 适时监测各轨功率 总体看 这部分电路体现了 库赖克的典型风格 三路独立生产架构 全国产芯片组合 独立协议识别 与电流检测 闭环完善 这台库赖克10Ultra 从架构到用料 整体可以用一句话形容 敢堆掉也敢冒险 咱们先说它的优点 第一 它的电路架构完整且高规格 从EMI滤波到PFC生压 再到氮化夹主电源 与三路独立生产输出 全电路闭环非常规范 主动PFC加QR主电源 再加同步整流这套组合 再配上人机交互系统 属于桌面级电源配置 在一个手掌大小的充电头里 能删下这一整套 难度极高 第二 七件选型几乎全是国产一线品牌 B1V 英诺赛克 威兆 蓝星 星唐威 这几个名字放在一起 就是国产电源生态的天花板 这套组合 不仅效率高 功率密度大 更关键的是 兼容信号 成本可控 库台克把国产方案的实力 真正堆成了一个能打的成品 第三 输出策略 聪明且稳定 三路独立升降压 配合MSU 动态分配功率 让四个充电口 能同时工作 而互不干扰 CEC2 两路100瓦 满血轨 C3和A 共轨33瓦 分配逻辑清晰 切换响应块 这正是你在实测中 看到多口输出 不掉速的根本原因 第四就是 散热结构非常激进 采用镀锡子铜片 包裹主板 导热胶与硅脂多层散热 这种结构 牺牲了外壳的温感 但换来的是 内部极高的热平衡效率 它不是靠封装来藏热 而是让热跑得更快 更稳 这种设计就是 典型的工程师取舍 再说缺点 第一就是 外壳温度偏高 是必然的代价 这种外导热的思路 决定了中低功率段 外壳比一般的产品 要热一点 虽然安全 但手感上不讨好 对工程师来说 这是正确的做法 对普通优户 则容易误会成 发热发烫就是不稳 第二就是 拔插电弧的争议 还没有完全消除 虽然测试中 我这里没有复现 充电器的输入级 EMI与浪友吸收布局 非常紧凑 插座接触不良时 可以看到轻微的电弧 这不是个别品牌的问题 包括苹果原装的PD充电器 20瓦 35瓦 40瓦 同样会出现 这是物理特性 不是安全缺陷 总理来看 库代科10号 超级电轮充Ultra代表的 是一种彻底的极克派路线 没有降额的保守充电 也没有长热的温柔设计 它把电源工程师那种 能多跑一瓦 绝不浪费一瓦的思维 硬生生的塞进了 一颗手掌大小的充电头里 这一台库代科10号 超级电轮充Ultra 从我们的测试片 到这个拆解片 已经把它的性能至上的四个字 刻进了电路里 它的表现 没有虚标 也没有遮掩 白瓦功率 可以长时间跑满 PBS UFCS QC SCP 全协议兼容 电轮干净度 一如既往的好 实测纹波 没有超过60毫伏 内部的电路 从EMI到主电源 再到三路 独立升降压输出 架构完整 逻辑栖息息 更重要的是 它的每一颗核心器件 都来自国内一线厂商 B1V E诺塞科 V照 南星 星潭V 这一整套组合 已经是国产电源界的 豪华阵容 库代科 没有照抄国外的方案 而是拿出一整套 国产自研链 用它的实际性能 把国产方案 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句话 回答的很直接 如果从纯工程角度看 库代科史奥特尔 这台机器 更像是一台 小型桌面电源 性能堆到 100瓦级别的极限 结构密度 散热手段 不玩虚的 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 如果你追求稳定 省心 温和 那么安克 贝斯这些主流品牌 依然合适 但如果你想看到 性能释放 想要真正的 百瓦跑满 想体会国产方案的上限 那么这台库代科 史奥特尔 值得你上手 它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产品 而是为那些 懂电源 玩性能 想要增功率兑现的 极客用户 在这台机器里 没有保守的降额策略 也没有为了手感温和 而做的妥协设计 有的是一个品牌 敢于挑战 热与功率边界的 硬实力 测试为了了解 猜色为真相 认真车摘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摘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 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再见